云南 云南 这个天实在太好了 所以一定要用广角来仰拍 云南 这个天实在太好了 云南这个天实在太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猜一定会有人问刚才出镜的这颗镜头是什么 维州市的20mm f2.8 维州市位全画幅的优异力做 它可以这样用 也可以这样用 可以搭配它 也可以搭配它 好了我知道我有点尬 但是下次我来继续 维州市是我目前唯一轻配的国善镜头厂商 因为他们是从一开始就坚持做自动对焦镜头 而且对焦性能已经是现在目前所有镜头里的第一梯队了 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测试了为斑画幅设计的R27和R75 无一例外都是顶流了 而这枚R20 f2.8 又为全画幅的镜头群填砖加瓦 这次维州市去掉的光圈环不能咔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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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有点遗憾 镜头上也没有任何的按键 只有一个对焦环 所以才重152克 搭配我的ZV-E1这个体积重量控制实在是非常的完美 甚至可以装到ZV-E10这种半画幅的机身上 等效30又是一个全能的焦段 说到焦段 新手小伙伴可能不理解20毫米是一个什么概念 20毫米是一个最容易上手的超广角的焦段 它能让你轻松体验这种广阔的视角是什么的样子 而且即便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新手上手非常容易 同时它也是最适合做Vlog的焦段 没有质疑 像这样自拍不会显得头特别大 而且还能带上背景 搭配2.8的光圈 背景虚化程度刚好控制在一个非常甜点的位置 虚化也很唯美 让你的小伙伴一看就是高级相机拍摄的Vlog 这时你要告诉他你是使用维州市20F2.8拍摄的 下面就是涉及到专业知识了 不想了解真风的小伙伴可以选择关闭视频 直接下单了 啊不是 我还是希望你们多了解一下的 维州市20F2.8的呼吸效应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所谓呼吸效应就是 你在对焦的过程中会发现画面一抽一抽的 可以看到这边镜头在对焦过程中画面尺寸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机面方面控制的也很不错 这都说明了维州市是在为视频用户优化这面镜头 这个价位 这个重量 这个体积 我实在想不到它有什么缺点了 硬要说一个的话 我还是希望它有一个手动和自动对焦切换的拨片 然而广告镜头的玩法实在太多了 但是网上大部分都是关于拍照的 拍视频的话 广告镜头的用法 网上还是很少的 我上面几种只是我能想得到的 用这么小这么轻便的超广场镜头 还能拍出什么好玩的内容呢 欢迎来给我补充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我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